后车的行车记录已显示 6月21号上午10点13分左右 在永津高速京华方向102公里出附近 一辆商务车从第二车道变向第一车道 在这个过程中车辆突然失控 与编护栏连续撞击两次后停在了第一车道 就在这时车上的一名乘客被甩出了车外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 被甩出车外的乘客在事故发生时没有寄安全带 你是坐在商人的左手边是吗 那么据你的观察 商员当时是否使用了安全带 发生事故的时候商员没有寄安全带是不是 车内其余6人由于寄了安全带都没有受伤 后面抱抬 然后呢 那就控制不住 然后就装了编护栏是不是 你上开车的时候 你是否提醒过所有乘客使用安全带 提醒我 目前吴某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那么能处理中 然后我们不会碰到